各位正好的貴賓 大家午安 午安 今天下午會是一個美好的饗宴 我們應該會期待 我們等一下就是 這次特別榮幸邀請到 我們政治大學 名譽教授 李鋒茂教授先生 來讓我們的最佳課 歡迎 這麼重量級的貴賓 我們當然要搭配 我們特別給邀請 我們國立國國務院 書畫處 劉芳如處長 當然我們的遺言人 我們下一次掌聲 歡迎劉處長 我注意關注 何處是蓬萊先生圖特展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是故宮書畫處理由幫助 今天非常榮幸 能夠邀請到 李鋒茂教授 來到故宮 為我們做這場 悠有動天的專題講座 李教授是政治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的博士 現在擔任政治大學文學院的 名譽講座教授 同時也是國內少數 具有道士資格的教授 他經研道教文學與道教文化 相關的著作非常豐富 我隨便舉幾本 唸給大家聽 比方 魏晉南北朝文室與道教之關係 六朝隨堂仙道類小說研究 神話的故鄉山海經 六朝隨堂尤仙師論集 六朝隨堂道教文學論集 鄧志摩道教相說研究 以及元代渡脫句的主題 及其時代意義等等 不深美之道 道教和國人的生活 其實關係非常密切 像採藥煉丹 祈求長生 尋訪桃源仙境 等 都是從道教的信仰衍生而來的 還有即將到來的農曆 七月中元節的活動 比如像舉辦法會 五度 亡魂等等 也都可以歸類到道教儀式 這次由書畫處許文美小姐 所策劃的 何處是蓬萊仙山圖特展 除了提供藝術品的建賞之外 也想透過宋元明清 不同時代的繪畫 來具體呈現 道教文化發展的多元面向 現在呢 就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李峰茂教授 從他專業學術的視角 來為大家解析 仙山圖特展作品當中 所遇涵的是陳遺涵 請鼓掌 謝謝鼓掌的介紹 我這一處有關於仙山的資料 其實最早有一次是前院長 是首先院士 他們在有一個有關於東亞的桃園圖 等等的一個研究的課題 然後他就介紹了桃園園園圖 然後呢他就秀出了很漂亮的清綠山色 我問他說這個圖在哪裡 他說在故宮 但是沒有看過增跡 直到這一次呢 我才有機會這樣很仔細的去觀賞這些增跡 現在故宮有很多的文化 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跟很多愛好共同分享 我常想 這裡面有一張樓屋山圖 過去是皇帝的預覽 皇帝呢躲到什麼呢 躲到附近呢 看到這一座山 然後呢 他沒辦法去登社 登山社 然後就命令他的畫家呢 就把他看彩以後的畫出來 那是皇帝的預覽 而現在呢 這樣的時代 這個圖就這樣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是非常幸運 能夠看到這些圖像 過去我們對於 也就道教人們 對於這個仙山方面的資訊啊 其實我們多多少少都知道 但是能夠這麼集中的看到這麼多的仙山圖 我相信恐怕是第一次也是最早的一次 過去有大部分都是其中有道教圖 但是這麼集中的仙山的圖像的圖長 恐怕是第一次 過去的國際的 有關於道教的展覽當中 這個部分通常只是展覽一任的一個小部分 從來沒有這麼集中過的 所以應該要謝謝這個文美小姐 她這一次呢花了很多精神 做了這麼一個展示 我呢這幾天啊 看了好幾次啊 又有集中 所以我今天呢 有藉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 這麼一個難等的機會 我相信這個展覽在一旦結束呢 用名畫來重新入庫以後 恐怕不曉得什麼時候 才能夠跟大家再見面 那個燈 燈嗎 這個還能關一下 那麼 我的這個介紹呢 就從這張圖開始 燈天的這個百月圖 這張圖非常難得是 有明確的證據 證明是這個圓姬 因為這裡面 流山的主角 就是燈天跟流姬 那麼這位有名的 有名的年代的一個大臣 也是個文人 然後呢 他終於完成了他的願望 能夠實際的去遊歷白月 同時呢 借了這個機會呢 也一有防山 他在遊防山之後 然後就請這個 他都要搶喔 搶搶 意思說 那勉搶也是什麼呢 等於是請求呢 能夠把這一趟的旅程呢 把它劃下來 然後能夠把這一趟的旅程呢 把它劃下來 然後能夠把這一趟的旅程呢 有一句話就是 他在這什麼呢 這些題詞裡面呢 你看這個是 劉姬的題詞 所以我們知道說 這個真的是 劉姬自己的一個經驗 那麼其中呢 這個有一句說呢 下面 終有山人不濟耶 這個山人呢 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 能躍山 或者黃山中的那個 叫做山人 住在山中的人 但是如果了解明代文化呢 都知道 明代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文化 叫山人文化 因為明代很多的畫家文人 他們向往那種隱異的世界 他們自己呢 好為山人 他們很希望自己 能夠什麼 能夠隱居深山當中 所以這個山中人 並不是尋常的 住在山裡面的人 而是一群 文人雅士 你可以說他自念楓雅 但是呢 他就自稱山人 所以呢 他就提到說 在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啊 難道什麼呢 這個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山人 讓大家知道 都不忌廉這樣的觀念 事實上 都受到了 這個桃維銘的 這個所謂的桃花元祭的 這種的一種啟發 那麼呢 這有趣的一句是什麼呢 是提到 他說呢 在荒山條款之後呢 然後呢 他就提到說 這個詩啊 霧露深山里 這個詩這個詩呢 有很多種可能的解釋 一個是說 這個詩場 詩場有這些人呢 去種種年齡啊 然後就霧露了深山 也可以說呢 是當時 因人守治 然後什麼呢 就霧露了深山 但是呢 有時候你當然也可以說呢 這是劉基呢 這個夫子自曠 他跟領先呢 有機會什麼 能夠什麼能夠 扮演一個什麼 短暫的山中的 那麼就霧露這個觀念 事實上是一個多點故的 這些學問家 他們在講這些議題的時候 他不是無緣無故的 那麼這個霧露 這個詩 那個旁邊的那個 下面 劉曰時 霧露深山也 永隱不已 為什麼劉基會永隱不已 這個永隱不是無緣無故的 除了是回顧來成 他能夠監獄過這麼一種明山 他感到還是有那種興奮感 還是有那種所謂的喜悅感之外 最主要是什麼呢 是 過去的霧露深山啊 都是有特殊的紀元 而他居然什麼呢 能夠做規劃 他是跟冷街有規劃 打下去 有了冷月 有了防山 那麼就引用了 為什麼霧露 他從素心滿的霧 跟從炎塔的霧 是一樣的 原來他有弄給過 根據這個 陶宏檢的真告的紀詩書裡面 他的書裡面提到說 世人採藥往往 霧露諸洞中 這個洞就是洞府 洞天 也可以說三洞都可以 然後呢 很多人進去了 也不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洞府或洞天 那不管怎麼樣呢 他進去了又出來了 但是呢 他說呢 就沒有人到過華洋 華洋就是茅山裡面的花洞洞天 然後呢 很有趣的是 得路者雖出發 一孔不肯復甦之耳 他們進入過這個仙山 明山呢 出來以後 有些人就不講了 或者是像陶宏檢一樣呢 雖然處處做了標記 但是等到你要進去的時候呢 迷途而無法進去 這個觀念 是從道教的角度 來看一些世俗的人 能夠進入明山 那麼劉淇很顯然 他對於這樣誤入的這種典故呢 非常熟悉 所以他才會用這一句 他感覺到自己不但去旅遊了 而且出來以後 還可以說 不但說呢 還可以請朋友 冷天來幫他畫出來 這可以說什麼呢 讓他感覺到呢 所謂的游飲不飲 就是他沉寧很久 這些這種經驗 如果是未見在被潮 大概也不太有機會 縱使貴魯流基啊 想要什麼 進入明山洞土去流利一番 也不容易 而現在居然是可以做規劃 做一條油規劃 然後去走這一趟 所以他這個很有感規 那麼我們可以從這句話 就可以知道說 這油力先塞的這樣的說法 或者是變成圖像 這裡牽涉到中國流先文學的變化 那麼到了年代的時候 大家可以自由出入啊 可以說呢 這個是經激過一段時間的演變 那到這個經濟裡面 早期會被稱為故路 因爲什麼 因爲要進去啊 其實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事 我們現在要去任何一個明山 你只要有規劃旅遊團 都可以什麼呢 數字廣闊 但是在過去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當時從北方渡江而然 到了江南 又來多明山還沒有開發 都是什麼呢 都是保持著一種自然的狀態 特別是 大家都知道江南地區啊 像毛山那就是一種 所謂的溶洞地形 就是石灰岩地形 所以當他們發現說 哇這江南的景象 跟華北地區很不一樣 居然可以發現溶洞 其實喔 根據我們現在對旅遊的經驗 如果有一個地方發現有溶洞 到現在也還是會上新聞的喔 為什麼 因為溶洞裡面 有很多的石中楼 有很多的這個地形的變化 所以對他們當時的人喔 他們懷抱了一種既神聖又神秘的心情 然後呢叫溶洞 所以他們溶洞之前啊 都非常的什麼呢 正中幾世 那麼這一種呢 在當初的道教稱叫燈色 燈色 燈色是一個法術 你就進入山裡面的時候呢 要帶個寶劍啊 帶個寶劍啊 都帶著所謂的避邪的法器 然後才敢進去 所以這個是什麼燈色術 所以燈色 變不像自便上所看到的燈山色術 大家可以想像這個道 在一個安土縱線統一社會 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的生活的話呢 要搭一個山裡面 這個山過去沒有好好的開花 就對他們來 這種探險經驗都是非常難得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只有一些所謂的道士呢 所以過去的李燕色啊 他的中國的科技文明說 他說這個 在發現自然的這個景象的時候呢 道士的功能 為什麼 因為他們敢冒險 敢冒險 所以像鮑山領居啊 陽溪啊 喜壁啊 陶宏景啊 他們就在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造為鮑山啊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這次在展覽裡面 有鮑山使徒裡面的這個靈活動 那麼當然啦 像陶宏景啊 他們在茅山活動啊 現在呢 如果大家去茅山啊 有很多洞 你知道哪個洞呢 有 那個洞還在 但是它有一個標準 而本洞因為炎酒已經公塌了 所以本身都內 有點煞風景 不過真的聽說是 有點危險 不能進去 為什麼 因為經過了 將近兩千年的時間變化 原來洞洞已經都被破壞了 已經自然的破壞了 那麼這種的文學的敘述跟這個經典的規範呢 到了元明時期呢 哇 這文涼畫家都可以去旅遊啦 可以規範什麼呢 去遊歷 然後呢 他就把這樣的一個經驗呢 另外可以說是旅遊畫 按照東修學來講呢 就是詩詩畫 詩詩畫 這不是那麼神聖神秘 而可以什麼 讓大家共同分享 所以呢 我們這個前實驗長呢 他說 不能用汙露叫做巧露 他在做桃園師圖的研究的時候 做巧露 巧露就是碰巧就進去了 你去什麼採藥啊 或者是什麼呢 這個去一山裡面 那一碰巧就進入了一個神秘的世界 所以大家用搶路 用過路是道教的一個講法 那不管如何 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過去有做 流線文學的時候呢 我只能用文學的材料 我文學材料做完以後呢 到了送給你 還有什麼材料可以用 就是沒有 原來這些材料呢 保留在藝術裡面 藝術成為很重要的媒介 所以今天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展覽 這個展覽是什麼意思 流線文學結束以後 新開展出來一種所謂的藝術媒介 那麼當然這樣的 大家可以什麼呢 穿得輕鬆一塊就可以在故宮的冷氣房裡面 這樣的悠遊之在 這樣的樂趣 其實就如同過去的皇帝一樣 過去的什麼呢 過去的人要看這些圖 其實這些靈跡過去也不容易看到 那什麼呢 他說不去銀海外 直尺劍洪來 這是什麼 張公洞裡面所講的 畫這個張公洞 張公是個洞天府地 過去的什麼呢 海上仙山呢 都是在遙遠的東海 現在居然是透過畫家的聖花廟裡 就把它畫出來了 所以呢 你不需要到海外 你就可以在你的岸上 或者是在書房裡面 就可以看到的 這一幅所謂的銀海 所謂的銀州 銅嵐這樣的仙山 那麼張公洞 許昂節派有很好的一個基本的考證 他在江蘇無先 那麼據說這個張道領曾經在邊修練 所以叫張公洞 張公洞裡最有名的是 裡面有很多的石棕林 請大家注意看 這個圖裡面就很清楚的畫出 很多的什麼呢 龍洞的遺寫 那麼這個根據記載呢 只有從北門可以進去 藍色裡面有石魯龍解石上 石魯就是石棕林 那圖還清楚的 能夠把它畫出來 那這個就是 這個一個所謂的 錄製的這個仙山御洞 畫的就是所謂的張公洞 這個如果大家更細的 其實我建議大家買一本冊子 我幫他們做廣告 為什麼那個圖書看得清楚 比你在那個館裡面看到的 那安安還更加清楚 我回去就看得到 我高興的 為什麼都很清楚 那這樣一個景象 這個是非常難有的 那麼這種想像的代替品呢 我覺得什麼呢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張若晨所畫的這個葛峰山區圖 裡面他有一種提示 樹日當場結鑽場 只以仙境達窗機 因為找了畫家 這個名畫家畫了以後 就把整個羅烏山啊 就移到自己的什麼窗機前面來的 那麼這個前董十五年高中呢 他尋過此山 問名於是葛峰山 山庫其在年一米 但是呢 一往游至於獲險 礦復於土七十里 皇帝你要他爬這麼高的山 多幸福 所以皇帝有個權力 就命令什麼呢 內景公奉 你就什麼呢 實際去看他一方 然後你就什麼呢 好好的外語圖畫 城南 這真的叫避難 對避難 所以什麼呢 這個可以從這個前景中景後景 然後你就可以一一的這樣往上走 而且呢 那個景色裡面都標了有地名的 哇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像是這種所謂的畫這個口紅善居圖呢 我們可以說呢 就透過了這個繪畫的藝術 特別是到了明代 山水化已經相當發達以後 那種山水化的計畫 結合什麼呢 這個先進的山水 把它畫出來 那麼這種文學的敘述呢 可以滿足帝王啊 讓大家可以什麼呢 在暗頭就可以來欣賞 那麼最主要的 為什麼這個工作能夠做呢 我們除了在繪畫室上 是個山水化呢 一個什麼呢 一個pomode之外 最主要是什麼呢 它的條件 藝術家呢 要做這幅畫也是要有條件 要有足夠的文化資源 那麼 這個是你看這個 叫做什麼畫呢 這個葛宏的這個山水 我這次非常謝謝文貝幫我做了一個 很好的一個插圖 這盤子很多東西就把它整理出來 那麼在這裡面呢 都有什麼呢 他的這個皇帝的這個題詞啊 都輕輕足足的 那麼什麼條件足夠 作為一個畫家 當然最好是能夠自己去擁有 當然不是寫生 但是呢 最少寫生兼形是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什麼呢 如果沒有適當的條件 也不容易 這種畫 當然唐代 根據唐師啊 已經可以看到 當時有很多畫家 已經可以做了一種大畫 像杜甫隊這種大畫 就非常的喜歡 但是我相信 唐代的條件呢 可能只是 還是開端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裡面呢 它因為逐漸可以用到了很多的資料 中國的名山聖記的發現 我們常有一句話 南朝這個什麼呢 很多的名山裡面 都有什麼佛教的試驗 除了佛教的試驗之外 另外就是 道堂道怪 道堂道怪跟試驗 可以說幾乎是 所謂的山水化裡面的 點綴它的美點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分野分野一觸你就知道 這個故事三世就是道怪 增加了什麼呢 這個所謂的 這種 山水化裡面的等綴景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單照 有一個什麼呢 這種特殊的景象 這個都是山水化 所以山水化裡面的 光是這樣的主題 在這個時候就紛紛的出現 我相信 這個是經歷過了幾百年的發展 那麼這時候呢 因為經過了總統整理 海外現在被整理為 這個叫做石州三島 然後中途 也有很多以途上的 林山也被整理出來的 而且把它字序化 我們都知道 中國的很多的聖術 也有三十六 七十二 三十六 洞天 七十二五地 就把它整理出來 那麼這些材料呢 今天是像 司馬城鎮的這個 古古圖 到了杜光田 也有什麼呢 這種所謂的夜土林山記 這些東西後來什麼呢 當然早期的道場的資料 不一定完全能夠公開 但是最少 已經比較有限度 有限量的在一個圈子裡面 最少在文人圈裡面呢 逐漸的能夠讓很多人看到 所以這種觀念就開始進入 換句話說 古代的那個燈色 現在已經被貼上個標籤 就是要不然就是所謂的佛教的林山 要不然就是大佛教的洞主 這是所觀念的部分 不然就來說 把那種尋常的 或者是那種 我們不容易到的山呢 他把它什麼呢 把它 宗教化 把它神力化 或者神聖化 那麼在這過程當中 就可以尋著這個所謂的林山記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所謂的土 相信如果當時他們有所謂的 像現在登百月庭 台灣百月一樣 他們我要登過三十六洞天 哇你就可以按圖手記 按圖手記 那麼這洞天啊 早期啊像太上聯保無序裡面 提到的包山隱居 它是一個修道黨 又是隱式又是一個道士 然後呢它要進入洞天 哇非常隆重啊 它要什麼呢 要栽藉沐浴 然後進去的時候呢 要什麼小小心 為什麼 因為它要進入另外一個仙界 進入另外一個神秘的世界 所以它有很多的境界 如果你相對於這樣的景象 你看現在的包山實景圖 它都畫得清楚楚 不過你們仔細看 如果你這樣看喔 你真的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很仔細的到上面去觀賞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裡面畫到還有兩個小小的人 就在洞喔 到底是要剛剛要準備進洞呢 還是從洞出來呢 可能講那幾次但是就是有一個小小的 欸你就會發現啊 很有趣的 所有的這種油仙洞的土 人都畫得很小 我相信如果現在去一個民山 大陸的民山呢 一定是什麼 滿身呱炸很多人 但是呢 在土裡面呢 都只有兩三個人 三齊美在幽啊 要幽靜 要安靜 不要忍太多 然後不要吵吵的聲音 最好不要帶有什麼那種 現代的什麼聲音設備進去 為什麼你這樣才能夠聽到那種幽靜的聲音 聲音是可以聽得到的 是由自然的景觀所形成的那種聲音 那種無聲中的聲音 你看這樣的圖 後來很多的這個龍洞 談到什麼呢 可以什麼呢 這是一個石井圖 石井圖 它後來成為一個什麼 在那個山水化裡面 常常有一個系列的銀土 然後這樣的景象呢 當然什麼呢 也可以 逐漸的跟很多的仙 仙傳集來配合 中國最早的一個仙傳集是 脫敏儀這個流向的所謂的 畏仙傳 世上當然不可能是它寫的 是傳集的 那麼後來有葛紅的仙仙傳 到了什麼呢 唐代以後 就開始有很多的仙傳出來 那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是趙道一的 這個所謂的 歷在以正先提到的東西 這非常重要 我們要看這個圖 其實故宮喜小姐做得很好的一個基本的 給大家基本的材料 這個圖它是什麼時候 可能沿途出來的 後來有仿做的 因為作家畫家在畫圖的時候呢 它一定是有某一些依據 就是這個仙人 這個神仙要放在什麼樣的時間段 都有道理 那麼這種圖呢 到了留待中葉以後呢 就很多圖 我過去也整理過神仙傳集 那裡面呢 像這些東西都是藏在國外的圖書本 我們後來把它匯集在一起 像造光界的廣內仙傳啊 或者望遠盆的內仙傳傳等等 它標榜有像 它的這個像是用刻板 在中國的板科史上 各都還有名氣 因為刻有些刻還要粗一點 有些比較堅密一點 但是無論如何 你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現在的什麼一個手機就可以拍 當然也沒有照相素 那只能靠什麼用畫的 要不然就是用刻板 常常大量流傳 然後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巴仙故事也流傳 這個巴仙故事的研究 在文學史的研究裡面是一個專門課題 那麼從宋元時期 然後慢慢慢慢的逐漸的 原來事實上巴仙是有八位 但是呢 這個中間有幾位比較固定 有幾位呢 其實還有一點出路 比如說徐生龍 徐生龍早期有 到後來就沒有了 但是到了什麼 到了明代 它就逐漸定型化了 就有八仙 那麼在這張同乃仙會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有八仙 但是它不是剛好一起的 因為八仙出場的時候通常就看我們 我們看這個半仙系都是這樣 大家什麼呢 集體出場的 或者是這個八仙東有的 然後出場 不是它是分散在這個畫筒當中 大家如果仔細看 或哪一塊畫策回去看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有很多的八仙 那個蘇雙極的肚子大大 那個就是什麼漢中禮 那個騎的驢子的就是張國老 你可以變覆出來 這時候什麼呢 同乃 這個同乃仙會 居然就有這樣的八仙出現 我們都知道 在石油季裡面 所謂的八仙跟東海關係 所以後來我們都知道說 他們正投東海 然後最後呢 就跑到了什麼呢 這個搖齒去跟王虎祝壽 所以八仙 八仙在當時的這個仙品裡面 是一種所謂的帝仙 或者是比較有自在的 早期的這個神仙是叫做商品仙 天仙、地仙跟師底仙 到了差不多唐代以後 差不多譬如說 像中底傳道書以後慢慢的 你們現在如果看石油季 裡面就有記載 是五等仙 天仙 然後為什麼呢 地仙、神仙、人仙、鬼仙 有五等 所以八仙屬地仙 為什麼 逍有自在 太不上天去 為什麼因為在人間可以自由自在 又不會死 不死而能夠自由自在 你說到了天上你還要做官 還當仙官 仙官還要排班 都辛苦啊 每天都上班 朝九晚五了對不對 所以他們 這古代的神仙 這個等地裡面 最被喜歡的是地仙 對 所以你看這個八仙 就屬於地仙的殿型 對不對 在這張圖裡面呢 就看到什麼呢 因為它 陰險自在 逍遇 自由 所以它可以到 東方的 東海上的 銅蘭 以前的什麼方丈啊 銀洲啊 銅蘭啊 它可以在那邊 所以這個是很有名的鮮味 這個主題裡面 我覺得陷入土 非常有出色 有一種是 當然什麼呢 這神仙啊 大家什麼呢 都到了海上的仙山 到了蓬萊 蓬萊仙島 然後大家什麼呢 聚集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呢 就不一定是 所謂的窈尺 不一定 因為什麼 因為東海上的這種仙山呢 一樣呢 被描述的時候呢 如在雲中 如在雲之下一樣的 也是一種飄渺 所謂海上有仙山啊 飄渺自在 那麼一種感覺 那這一幅土 當然呢 這個故宮很精密的考證 說不一定就是 在當時的這個 所謂的趙大亨 不過這張也是非常古老 那麼因為這個 年代可能比較久一點 所以你看這個顏色 真的是就 真的不容易看清楚 其實這種的年代久了以後 此時發生變化 這個只有國家才能夠保存 還能夠保存這麼好 如果是室人要保存 恐怕就很難了 那這一個是什麼呢 是可以看出來 這個所謂的仙山的形象 那這裡你看 那一個什麼呢 那個雙極的肚子的 這個大概一半都 是棕尼犬 然後也有拿拐杖的 那當然是貼拐底 對不對 內戰有他特殊的就 法具 那這個其實鯉子跑的 那當然可能就是張國老 張國老 反正這個都有一定的 背健的或怎麼樣的 可能是什麼李洞斌啊等等 那麼這些景象呢 在這個圖裡面就已經出現了 可見八仙的這個流程過程當中 這樣的景象呢 就被畫家寬下 我覺得這次的展覽裡面 管理八仙的幾組畫是很可貴的 因為我們過去做 從文學做研究的 我們只會用意識文本 我們裡面有看到畫機 而且這個畫機呢 如果能夠配合文本 我們知道 這可能是 當然都是推正的 因為連這個 做的準確到底是誰 我們還是要小心一點 但是最少我們可以知道說 八仙在流轉過程當中 只要有神仙的聚會 有仙位 八仙從來都不缺席了 不缺席讓我們知道說 大概是在什麼時間 這是一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討貝啊 當然故宮都是寶貝啊 那麼這是另外一個 參選居主以後 你就可以看得懂了 我們在台灣啊 台灣有一個宗教奇蹟 就是牧娘 牧娘就指的希望 或者金 因為這個省 並不是靠芬香過來的 是在民國三十七八年 那有不同講法 然後突然間什麼的 他什麼的他 他移駕東巡 然後聽說那聞到了香的味道以後 就決定住駕 住駕花蓮 所以在花蓮這個聖南宮 跟那個 這個慈慧黨那邊 他們都住駕 後來在台灣啊 到處都沒看到慈慧黨 跟聖南宮 特別是慈慧黨 所以這個是很少數嗎 是由先自己決定來台灣的 他來投奔台灣 然後在台灣發展成為這個希望 或者是希望金銘 那麼這樣的景象 我的學生 這個研究這個女仙啊 他在東京大學這個世界 這個博士 他就賺一賺女仙 在女仙的傳記裡面 能夠 作為一個領導的 除了那個比較 比較什麼 作為一個母神性質 像老子的母親那種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母 我們都知道 希望母是一個 幽默的女仙 因為從三海經就有 從三海經 然後後來什麼 在漢漢的漢墓裡面 又有西洋墓 後來道教形成之後 又把它收編 哇道教一收編以後 西洋墓的整個形象 打回改變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這麼一個 所謂的 因為在三海經裡面的西洋墓 它是一個作法的 一個好像屋 女屋或者是屋神的樣子 但是到了什麼 到了漢化巷的那個 墓裡面的漢化巷的時候 它已經就逐漸的 就神仙化了 或者神化了 但是到了我們 到了道教裡面 你看 哇它居然怎麼穿著這樣的 這麼多反應出來的 不同時代的人 文學家也好 化在會把它的 當時的這個服飾 把它反映在這些神仙的身上 像這樣的穿著 穿著 我得猜 因為他們就是說女仙 在女仙世界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本書 就是杜光庭的雍城極仙路 雍城極仙路裡面的雍城 指的就是昆仑山 就昆仑山 所以在昆仑山呢 昆仑山呢 昆仑山的什麼呢 事實上是由王母 西王金母來統領的 所有的女子只要修仙 這些能夠格內掀起的都是什麼呢 歸於西王母的通鄉 然後這個西王母呢 她的這個所統領的女仙 當然有很多都是在道教的宣傳裡面非常有名 大家都知道 現在台灣各地有很多的所謂的資費 然後在對方 台灣的那個西王母 並不是台灣的一個基統 是浙江來的一個年輕人 她白天賣菜 然後參加了什麼 參加晚上的這種所謂的零集 結果都降到她身上 結果後來呢 才出來 結果很久時間才出來 據說還是西王母 叫她出來的 趕快出來 那時候台灣沒有人認是西王母 後來問了很久 又終於再問才知道 她叫西王母 以前台灣只有什麼呢 像什麼先天道的經典裡面 會提到西王母 台灣以前的廟裡面 很少西王母 但是呢 就從這邊掛集 然後這位先生後來離開了花蓮呢 就到對方那邊蓋了一座廟 後來我跑去看 她的那個桌索邊 這個七月到了 那她就問那為什麼 所有的女子如果還沒有結婚 沒有成年救死的 就把牌位放到哪裡 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這種女性 找妖的女子 那找妖的女子都是由什麼呢 由西王母來管的 所以她們叫西王母一定 叫妖的女子 叫妖的女子 就表示什麼呢 對她充滿了一種對於母神的 嚴型的懷念 那麼在整個中國的女性當中 沒有第二個神 比西王母 屬於這種地位 所以你看 這個西王母 然後她手裡頭拿了一個筆 後面有人捧燕海 旁邊有人捧那個 西王母後來就成了一個 重的功夫 定路 你修仙有成了 最後什麼呢 由西王母來給你定路 定路以後 你就有神仙的路集 然後前面這個 有可能有幾個可能 一個是上遠夫人 另外一個是西王正母 不過一般來講 民間的畫家比較熟悉的是 漢母內傳的故事 或者是 雍城極仙路 而在這兩部小說裡 一部小說或者一部傳記裡面 能夠跟西王母這樣的對談的 只有一個女仙 就是上遠夫人 上遠夫人 所以你看這個上遠夫人 手裡頭演藍的路 然後旁邊有西王母的侍女 然後呢都彈奏音樂 好幾個這是其中一個 那不管如何 這樣的一種資料呢 我們從終始集成度 到了明代陽耳針的先年祭祀 我相信如果這個圖 因為在北京故宮 從常人有軟告 船是五代軟告的 這個所謂的女仙徒 我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書 上面的那個圖案 就是從這個北京故宮裡面拿出來的 它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那個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所謂的固權的這個模本 就比較淡一點 我想可能因為沒有時間的這種影響 所以它還保持比較黏黏的顏色 那不管如何 這樣的本質呢 我們可以看出來 只有在庸寵集成度 或者是這些條件都拒絕的情況之下 這些圖才能夠作為一個畫圖 另外一個就是很多的道派都分納出來的 我們做道教室人都知道 在這個時候呢 有很多新的道派會出現 那麼特別是在宋元的時期 那麼其中很有名的是江西的 江西西山萬壽宮的許真君 那這名宗教教團呢 他們有個很有名的圖像 也跟傳 一個是西山許真君八十五畫路 所謂畫路就是模仿的 老君的那個畫圖 然後他就常常用有一些篆 有一些資料等等 然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圖是 喜太喜真君圖算 這個圖端呢 藝術組的學者像林勝司 他們都做過專題研究 因為這個圖像裡面都展化了 因為保證在道帳裡面啊 现在被发现的银排 中国的版画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出场了 那么这里头 我用了其中的一张图 在历史当中 据说这个许信他们路山修行 最后什么 拔采飞升 鸡犬升天 我们现在用的鸡犬升天的北部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你看这张图 这是版画 所以顶多就这么大 然后什么呢 他来做的这个所谓的鲜鱼 然后就上去了 然后地上很多人 看着他就这样的拔采飞升游戒 很痛哭流递 说怎么没有能够跟随他上去 这个是一个版画 但是既然叫做什么呢 叫做云中鸡犬 那么鸡犬应该要升天才对啊 对不对 但是这张图 郑仲广武的这张图 我觉得什么呢 他是广的 这个所谓的各鸿衣具 所以你看啊 那一张图里面穿着红衣服的是许许 还有什么呢 你看他还有拳 还有叫拔 还用个基隆子挑的鸡 那个挑的那个人 那个是基隆 那基隆里面有一只鸡 为什么因为路山嘛 路西山去修行 所以什么呢 所谓连基隆都带进去了 名字叫做云中鸡犬 但事实上他画出来的是路山图 这种画意 比较接近于各鸿衣具 刚才我们看到的各鸿衣具 所以事实上 我这个画家呢 他不一定要 他画意 画体可能用的是云中鸡犬 但是在画的时候 他选择的是路山的这个精彩片段 就前景里面出现这个片段 所以这张图 如果对照那个真正的所谓的云中鸡犬的话 那很显然的 就是画家的创意 画家他有创意 不过题 他的题目还是原来的 这是崔子庄 这是林默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他用这种方式来画下来 也是一样的 画到前景 所以你看这张图 你看画到前景 然后呢 挺有趣的 你们有没有注意 这些人 路山 要不然就是左路 要不然就是什么 骑柳 看奇怪了 有没有看到骑马的 我的画就看了不多了 所以我骑马 如果有一天 有人骑马路山 一天天我去 都骑牛 你看这个 前面一个就是 这个就骑了牛 然后什么 这个 都是骑牛的这个影像 所以 我觉得这个说片有它的含义 因为骑牛就是什么 所谓的 慢慢的 要离开 离开什么原来的 住的地方 就跟过去孔老夫子讲的 你要离开谷歌 许许五行也 要慢慢的走 不要急着离开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这个给大家去做研究 不过很有趣的是 都是在前景 你看这样的前景的话 你说这个发肌啊 它会互相的启发 互相影响 里面给我模仿学习的这样一个迹象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 这个会话的这个母题 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另外一章子就是 可以看出来 今年时期的这个所谓的全身道呢 已经什么呢 已经就非常流行的 在这流行的时候 那么这些所谓的 其中有一个很重的道派是中理道派 现在如果对内丹有兴趣的人都还知道 中理道派以后来启发了南北中 所以中理选跟李洞宾在单道派里面 是很重要的这个祖师 那么在这个什么呢 道官制行民之后 一般来讲 如果是隆武山的话呢 他们是火居到 驻官了 结婚 然后驻在什么的驻在 其实大家如果到过江西 贵西的隆武山 你就知道 他虽然离开一般的村镇有点小距离 但地面上也不是特别高的山 没有 但是他也算是一个山里面的 只是不是那么浅山 不是深山 是隆武山 那么这种情人他们都有结婚的 所以还有历代天师到现在六十世代以后 还有六十五代之争 就表示说那时候他们还是已经有跟结婚的制度 那种结婚以后 中国有两个大世家嘛 一个是驻户的孔家 一个就是江西贵西的藏家 为什么 世代相传 没有离开那个位置 所以称为中国的圣基 你到驻户 你可以看到孔家 你到龙武山 你可以看到藏家一样 那么这里头呢 这所谓的宗理道派呢 他们那时候形成一种助安的制度 住在山堂里面 所以这个作品呢 他自己想的就是他欲罢了 然后就在那边坐 大家注意看 仔细看 他坐在一个什么小鸡上面 小小的那个椅子 就叫小鸡 大家如果看这个庄子 庄子的祈物篇里面提到 难过只其隐姬而坐 他也树上其偶 那隐姬 他隐姬而坐 他可能靠着 也可能坐着 所以可见这个隐姬 或者坐在小鸡上 这个方便打坐 就好像佛教打坐 下面一个斧团一样 因为活着不然 隐姬身体往后面倾斥 后面靠高一点点 你看他就坐在一个小鸡上面 你仔细看见一个小鸡 然后什么呢 这时候他的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 单道修炼里面的那种所谓的路定 路径路定的一个神态 所以他的室里面提到说 姚自赌龙啊 就有点像王伟师的安禅自赌龙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修行的动作 那么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化宗里仙姬里面 就开始有这种修行的主题出现 这个如果不是宗里道派 或者是内战派流行 这种化姬不会出现 所以你可以从化姬可以看出来 他反映出来的是 套教使的派比的这个发展 那么当然最重要的是龙姆山 龙姆山那是本山 那么这次 因为我上下两期嘛 这次展出来了 有一个方崇一的神乐 崇林土 在龙姆山那有个崇林坛 那么这个崇林坛 旁边还有个小童 崇林坛 然后他就是往什么往山上 所以如果你看那么小的一个影像 对照这个三个山 山峰并立 哇 那真的是你可以感觉那种 就是仙山的那种俊为 幽生 而能相对显得渺小 寻了山到了往山里面 往这个崇林坛 当然这个课题将来还是可以做研究的 到底这崇林坛是什么 只是一个上台去远眺 还是到崇林坛是要去鼓琴 还是要去什么 从事一种宗教的祭拜的行为 这个有待遗旧 不管如何 这样的一种崇林坛 对这个所谓的神略崇林 表现出来龙姆山的景象 你看 有全身派的观念 没有所谓的正义派的观念 有丹林派的观念 有福禄派的观念 所以可以看出来 他反映出来的是一个 道教发展的一个形态 这一章就很清楚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问 这些画家他们为什么会着迷这样的 我觉得这次展展是悟空的宝贝啊 晋出啊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画家 这边有很多的迹象还值得注意 例如说他们他们字号是道理或山的 其实道理这个号 卓教也用 道士也用 但是一般来讲 道理用在于道士的机会也很多 就是自己的自我认同就是道或山 那我就整理一下 这个谢谢你们的委员帮我整理出 这里面他们都有自己的前章 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号 这方崇义呢是叫做 方崇义呢叫鬼谷山 精美于克 一个就是道士的意思 那两天呢 他自称为皇冠道人 那当然谢时神呢 他的潜力叫做苏山子 什么某某子 当然都有点生鲜味道 或者木仙味道 其他的遗址山子啊 或者是什么呢 叫做文水道人啊等等等等 武风道人山人啊 或者是什么风道人等等 诶 你可以看出来这画画呢 他的自我认同 他要画这个画 他的自我认同就是说我就是道人 道人就是说我就是修道人 修道人 对不对 山人 我是住在仙山人 或者是我住在山中的人 那因为这个就是所谓叫流行文化 因为大家在蒙远的统治下 有很多的文童 他不能够按照升官图去科局 去做官 然后他就是什么 陶治于艺术 戏剧 所以棉草的戏剧做不好 是因为很多的文童 他不能够去做官的时候 他就什么 就把他柴气 就发展到戏剧 杂剧 诶 不只有杂剧 他还发展到绘画 因为什么 因为既然不能做官嘛 那当然我就把我的精神放在那边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画家他们自好为道的山人 而且画出很好的画 虽然现在的宋元的画机不多 但是世代的记忆相传 我相信他们在这个中国的山水画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 现代画人类也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证据 来说明他的身份的自我认同 就是道三人 然后这样的标签画 印在上面或者是树名在上面 人家会觉得说 哇 道有山人画 那当然就有几分仙气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看他的这个浅印 编组的号很重要 还有什么呢 他画给水 这当然也很重要 那我觉得有两个例子 蜂蟲鱼他是为达民真能 哇 真能 真能这个号在宗旨里面就出现了 后来当然什么呢 道教也是有很多真能很多仙人 所以什么呢 求画的人也都是什么 雅浩尺道的 那什么呢 大家什么同气以相求 你是真能 我是道能 好 我就坏的山水给你做纸上尼 或者纯享之用吧 然后你看这文国人 他也为这个所谓的鲁修先生写 十类 这刚才有记录 这一次我看到的薛女问道 我很很高兴 你知道那仙人问道吗 仙人是个皇帝耶 皇帝已经跪回皇帝 最后他跑去什么呢 跑去什么呢 去问道 问道以后呢 然后他非常有了悟 以后呢 他就是 最后是定如五升天 所以道教版本的皇帝 最后是变成仙人 道教他们很喜欢用这个 用皇帝当做一个标签 当做建筑事物 而皇帝最有名的皇帝 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皇帝 第二个是汉里帝 汉里帝也是当做一个标签人物 那么他们就是把这样的景象呢 这个画出来 那么用这个宣言问道呢 这个刘翔是因为什么 因为严又关的一位宗师啊 得到了这个画 然后呢 用这个画来殉其土 人家皇帝都要来问道 好好的修道呢 你们出家以后 更应该好好的修道 所以那是训 训世其土 不管怎么样 这个图 这个宣言问道图 是在道官里面 是被挂在那边 作为一种所谓的 免利本土的东西 所以都有它的特殊意义 它不是纯粹为了观赏的 它是有一种所谓的 先到社交的行业 那么严明时期啊 由于什么 由于它的这个条件呢 逐渐的就很 条件具足以后 然后呢 就形成了一种市场效应 或者是有一种供需效应 就不要 不要讲这么安静 连这个艺术也要沾上 这个所谓的 市场的这样的一种观念 就说 有人有需要 我能够画 就形成关系 我相信这样的遗迹 故宫连保存 我相信在当时 这样的情绪一定 还更多 因为 有所好者 一定都有人能够 满足这些 的嗜好 那么 从宋道明呢 这个画家的身份呢 因此就 有改变了 那么在武道呢 管道啊 董元啊 还有立朝庆等等 他们都是所谓的 艳化的画家 就是皇帝 皇帝的供奉 皇帝的供奉 这是所谓的中国 山水化水当中 很多人都知道了 因为皇帝呢 他自己喜欢 那就有一批的 不过当然啊 现在的这个画机啊 到底是不是真机啊 还有很难定 不过我相信 因为在中国的第一代的地方当中 我们现在都想读四道三教 特别在台湾的佛教非常盛行 我作为道教研究者 我当然觉得 佛教呢 在台湾确实非常盛行 不过 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唐代他是拜老君的 称套也叫玄女皇帝 出于所谓受忘 都要去什么呢 进上乡的 到了宋代呢 也有父法神 父法神就是 党是姓赵的 对不对 所以宋代的几个皇帝啊 当然都是道教非常有兴趣 像宋真宗啊 尤其是亡国君王的宋贵宗 你想想看 尚有首号 当然他画院里面的这些画师 当然会喘谋上意 来画出这些画 只是现在这个真机啊 到底是不是元机不小 不过我觉得在当时啊 从这个宋长的几个皇帝的画院里面呢 他有很多这种代招啊等等等等这些 那么在历史上呢 有你们这几个人 据说都有一些画 只是这个画呢 当然现在不一定 不过我相信喔 这些人即等在供奉你画院 皇帝喜欢什么 他们就会画什么 那么他们这个时候也许真的就画出来 最少他开始有这样的创意 有这样的创意 他把它画出来 那么这种千玉山水啊 当然是什么也是 也一代一代的有影响 那么到了元代 我们刚才讲过了 因为正经不安呢 有这点他的道理 然后他们就喜欢画这神像画机 来预托他的所谓的对于 现世的这种不遇和不满 那么他们自己呢 也因此呢 把自己的这种认同呢 跟这些结合在一起 所以到了元代的社会 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圈 或者是文人圈 或者是画家圈 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品位 所以他们开始呢 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画家里面的三人文化 画家里面出现的 跟文学的小品的 甚至互相呼应的文学跟艺术 两种媒介之间 有这种三人文化的现象 那么这是我帝氏很向往的一个图 也是大家 我相信我们最代的 从小就读了陶和元纪长大 当然后来我作为文学研究者 我当然对这张图 当然就非常向往 我们院里面有两张图 这是其中一张清律山水的 那么这张图呢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根据那个实验室的讲法 它都分成六段 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就是什么 夹岸有时候桃花嘛 对不对 他有一个清律山的画 什么呢 那个船进去 然后看到很多桃花 正在什么呢 欣赏这些所谓的 冰洞因冰村的桃花 不知不觉当中 就进去了 这个是用一种 因为是长卷式的 我觉得那个长卷 跟这个所谓的 执着式的不一样 它可以透过这个 所谓的慢慢的展开 慢慢展开的时候 随着展开 好像自己也进入了桃花源 那一种感觉 这是一种美感的一种经验 然后一开始呢 你看到它有很多的桃花 然后什么就 逐渐的什么就进去 诶 你看到了 这一种舍舟进入洞里面 舟船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船是从子汉到彼汉 在道教 在民间 在佛教 舟度 是一个跨越的意向 从此界到彼汉 所以你看它都舍舟 因为到这边 已经什么 山穹水尽已无路 诶 然后它就把潜伏 船放的 然后进入这个山洞 山洞 就心理学来讲 也是一个从此界 进入彼汉的连域 所以这是第二段 它已经进入入洞了 然后什么呢 就看到了 哇 这个所谓的千梦 那么第三段 就看到了这种景象 这个是在淘宝眼镜 非常有名的一段 然后你就看到了 什么呢 看到了很多的 所谓的 穿的衣着 跟外面不一样的 所谓的这一群人 然后还有他们家居的生活 不过最有趣的 这个因为很小 最有趣的 这个 这个因为很小 看不出来 不过 如果仔细看 其中呢 在最边边的这个山上 有一个人 予以独行 这个就是刘子记 在淘宝眼镜里面提到说 有一个高士 然后他也想什么 听说有这样的故事 他也想进入淘宝眼 不过呢 刘子记 当然 好像有进去 又没有进去 有这么一段故事 所以你看他很强调的 找他安排 在最后 作为一个什么 一个结问 从愚人误入 最后什么呢 留子记 求入 然后最后什么呢 来完整的 这一个 当然 陶宝眼镜啊 那个实验室说是 叫做仙境 仙境小说 或者仙境化的人世话 或者我说人间化 不过我的角度会觉得 陶宝眼镜 陶宝眼镜 从来没有说他们是仙的 他只是什么呢 这个亦以未尽的那种 早期的路上的人 所以应该说 他所描述的这个事件呢 是把他仙境化的 就是快乐如同神仙 快乐如同神仙 他有这样一个趣味 那不管如何 这样的一种景象 那个实验室他们很专业啊 他们还找到了 韩国也有啊 日本也有啊 所以这个陶宝呢 就成为一个东亚的 一个共同话题 那只有做官了 做官了不如以后 自己的王子太子呢 大军啊 他们都希望能够什么 像陶宝一样能够什么 一里一里世外 一里人外 人外世界啊 世外陶宝 就是这么一意象 这个话题呢 成为一个风险 东亚地区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次展示的这个 这一张这幅图 应该是轻易的 看起来特别好看 那个官里面 里面还有一张图 是另外一种画风 那么这种故路求的痕迹呢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被过桥 他会过桥 他有这种过桥的意象 我们来看看 这是以前那个 我们那个 是我们念一遍的 林林先生 他做了一个考证 他就认为说这个 因为这一次 因为 这好像只整理 咱们的一个半月 这个洞天山堂图 洞天山堂图 你可以看他后来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我是研究道教的 后来我当时就了解说 毛山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也去过毛山 这个是毛山 毛山土的样子 你说这个 那种所谓的板科 板科的毛山的样子 你说跟前面那个 是不是很像 我觉得这个宴里面 这很多行家 他们就看出来 这个什么董元 这个洞天山堂 如果这个前面的那一个风 跟这个风确实是很像 那有可能他画的就是 毛山 是毛山 那么我去过毛山 我觉得那个毛山的景象 其实毛山啊 因为它很接近南京 正江啊 太远 也有这样 它不是很深山的 但是在东南 叫平坦的地方 能够有这么一个毛山 其实已经很不得了 特别是当时从北方 迁离到南方来 那时候的就是金领嘛 就是南京 然后从南京 现在从南京 现在有高速公路 如果你要去的话 大概 隔百个小时就可以到 如果从正江更近 更近 以前没有高速公路的时候 大概要两三个小时半天 但是现在什么呢 现在就方便了 一路就可以到毛山去 毛山这里已经修复了 以前我去的时候呢 只有很少的几间 现在都已经修复了 成为现在 成为一个所谓的 上海南京附近的 一个所谓的游染的圣地 不过你看这个景象 我就看到这个景象 这个飘渺 这个山在飘渺间 然后你看 它在这个景象 确实有点关系了 不过这个图是三档展出的 你们这次来 如果早一躺来 可以看到 要动员的这个洞天山堂 那你看 我们看那个桥的意象 桥做一个 一个所谓的画里面的 一个所谓的目的 你看 过桥 过桥 那个桥 那桥上来有上个人 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考证 不尽相同 不过 不管如何 也是我身边的 就是说你可以 看得出来 他这个上个人 就过了 然后后面呢 有同屏 蛋的东西 所以你看 顶多就是三个人 他有一个小的一下 然后你看 这里头呢 也一样的 什么呢 有一样的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很多的山洞 南山洞里面呢 遥经 鹿山洞 或者出山洞呢 有很小的两个人 那么这个 就是所谓的 求鹿的主题 因为已经不是乌鹿 因为他是有心 要鹿山修道 所以跟乌鹿不同 他是个求鹿的主题 那么爆战武器呢 就进入洞天 然后呢 洞口 洞口也是很重要的武器 可以进入 因为远域 进入仙山 那么如果对照帐篷的这个 这个牛屋洞啊 他们他一样的 还是有这个所谓的义役 不过当然 这个景象呢 就有点变化 那么其中呢 是变化一个是 鹿制的仙山御洞呢 你看 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 那个山上 还有很多的石中 石鹿 石鹿的景象 这个是将来 可以做研究的 就是 这些所谓的 林山洞口里面 为什么这种石中龙 那么大家好奇 好奇 那当然 按照现在的地理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就是所谓海底的上升地形 或者下降龙洞的地形 形成这样的景观 然后你看看两个人呢 他不是站的 而不是前进的 而是坐的 然后有一个人 手里头 他的手呢 就指的山洞 指的山洞 这就是所谓的 一种路山的意象 你看 洞 这个意象做出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把 把这些图像 当作一个象征来解读的话 桥 最小是船 然后就是桥 过桥 路洞 准备进入洞 然后从此 此劲进入比劲 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是一种 所谓的游仙 从人间进入仙境 游历仙境 从一个凡人 然后什么呢 乌路也好 求路也好 进入仙境 这个对于那种 在元代到明代的那种 所谓喜欢 这种稀奇隐异的人来讲 哇这个景象啊 当然是一个 很让人家向往的一个世界 那我们可以说呢 在这样的话题当中 我提出的观点叫做 隐藏的峰值 或者隐藏的人 人隐藏在风景当中 这样的一种观念 那道教呢 有一种有关的观念 道教他认为 人要出去什么 游山玩水 他们的玩水 事实上是有用意的 他们要入山去修炼 练外丹也好 练内丹也好 所以李耶瑟认为 在中国的科技文明当中 道士有很大的贡献 因为他们要去深山里面 他们说如果在人间 修炼这个所谓的丹 很可能是受到什么 食物的干扰就修不成 所以他们一定要在深山 我想现在大家 大概都觉得 这有什么困难 你知道有冶炼技术就好 不过在中国的冶炼技术当中 一个要把那种什么牵拱 要把它融化成为一个 所谓的精力 其实要有相当高的温度 所以他们那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 凡是科学能力不能控制的情况之下 这时候呢 反正会产生优势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禁忌 所以那时候他们到河丹 炼丹的时候 他们就跑到深山里面去 当然深山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所谓的资产帮助炼丹 这是在中国的所谓的科技文明当中 炼丹就是所谓的 我们现在所谓的化学 化学的全身炼丹 这个体力是给予道教很高的评价源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怎么去游历冻底 然后在里面什么去做这种 所谓的采电线道 我在想我们现在人喜欢 有时候去农洞游玩 为什么 因为农洞那边景观 跟一般不一样 不过 现在主要发现有农洞的地址 只要开放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破坏待机 所以现在很多人倾向说 如果发现农洞的就不公开 不公开 现在开始有这种倾向 为什么 一公开以后一定 有人偷偷趕上去进去 砍一块 其实那个石中鲁 你砍一块下来 没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放在原来的地方 现在大陆有些农洞 后半上面还有很多灯光 灯光秀 各种颜色都有 石中鲁只有在原来的地方 才好看 你把它砍的 放在原来这边卖 实在是爆天天物 那么这种所谓楼外的景象 大多数它是用纯湿的 大叫纯湿法是 他看了那个土以后 然后呢 就专心的 就是纯湿自己的心神 能够出去圆着山洞 你这样的去走 就是游历洞 这个叫游关 那么山水化 其实也有这样的作用 你看了山水化以后 说你什么呢 你就什么呢 出神啊 然后自己随着这样 两个人三个人 然后就进入了洞天里面 然后什么一层一层 从前景到进入中景 最后到了什么山洞 这个就是有一种纯湿的意味 就是这样 我自己修练过丹道 我去修练丹道的时候 那老师就给你彤彤 他说你好好看 就是 有点像那个同仁土人 为什么因为你看手了以后呢 以后你在练气的时候 哦你现在气呢 要我怎么走怎么走 你听到什么名字 你气就要用手艺的方式 把它推到那边 所以这个游历山洞 即使外面的山洞 有时候身体里面的山洞 就是把身体以作化 把以作身体化 这是道教的修行方法里面 很常用的一种 那不管如何呢 这一种的山水化呢 直实然后可见洞天啊 这当然就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去向我们的一个景象 那么其中呢 那边有一个文教的这个画 盈州仙女 盈州仙女 这里面 你可以看吗 这下面 这个你可以看到 他就沿着那个山径 然后这样的进去 一样的什么 我觉得这所有的盈州 已经什么呢 已经本土化了 已经不是海上仙山 所以已经很土化了 不管如何啦 透过这种影像的这种的引导 你从前景进去 然后呢 你认同你这样的路上的人 然后你就由下面往上看 由前景而中景 之后到了什么 最后面的那个山顶的景象 这是一种之调法 如果是那种卷轴长卷的 你就从开卷那种慢慢慢慢的进去 都是有留意的经验的 这两种留意的经验不一样 但是都是有留意 那么这种形成一种所谓的 所谓的绘画美学 怎么看 我们读文学 可以用文字的文本来引导 而图画呢 是更具象的图像 你透过图像 然后呢 加上自己的一种所谓的 存想或者想像 然后你就可以什么呢 从前景往后面 一观一观的往后面看 我觉得这个圣课大论文章 欣赏的美学问题 如果我们做文学的笔法呢 我觉得前面 因为太有很多的 很多段 对不对 很多段 你不可能说 所有的景象 你都能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就写这个浅景 我把浅诚之文叫做弦笔 这是明显的笔法 那后面做什么用 你还是要往 或是潜在的游观 我觉得这种 从文学来讲也可以了解 这个是从图像跟文学都可以发现呢 他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所谓的游观当中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鹿山产药 鹿山产药 现在医药医疗发达了 这以前人 这个要产药草 就要进入山里面 所以你看这边 他有一个荷除者 然后呢 就进入了圣山 所以这种产药浮食 它的后面有讲的关群等等等等 那么都什么呢 都可以什么呢 用山中的景色的变化来看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四号的图 这个四号图 在证史当中 四号是真有奇异的人 有历史的记载 如果这个四号呢 出现在这样的场景当中 已经有点被生鲜挂了 有三个人在下奇异 当然有一个 另外有一位老人的侧障而行 这个就是四号 你看 当先进的话题 逐渐的什么呢 逐渐的风行之后 很多元来的历史 会变成仙道化 陶阿远是个地址 四号是神仙化 也是个地址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景象呢 就让什么呢 就三寸化呢 就开始成为一个 它好像成为一个箱子一样 我三寸化是个箱子 我这里面可以放进不同的东西 我好像这个仙境 就成为一个仙境式的一种 所谓的三寸化 就有点像里顿里面的 是一个白宝箱一样 所以我觉得三寸化是个白宝箱 碎典化的发展比道教的银身动物 但是当三寸化的计划 超过八宝箱 有什么东西可以往里面放 而且都一样的 可以看到比方的趣味 这是一个也是很有趣的观念 然后我们最后谈谈说 神仙的几个不同的仙间 中国最早出现的神仙的这个品阶 我看你讲过的有三寸 天仙 地仙 师姐仙 天仙是什么 是在天上的 在天上的 当然最好是在北极 北极就是实的是 所谓的天上的子微 或者北极 我们读那个论里面说 居北枕或众心孔之 这就是天然的观念 因为北枕 它在这个位置里面 它只会旋转 那么这是所谓天中 天中 天的中央 过去的在大草原上跟大海上 你要变质方位 就要靠北极星 北枕 所以空老师说 居北枕而众心孔之 原来就在这里 那记得有天中 那么当然有地中 地中就是昆仑山 昆仑山就是什么呢 地仙的最有别的座山 我们看很多的传统的京剧 或者各载戏 这个只要一个要去 去求仙道的 就昆仑山 昆仑山就是要上天的意思 要上天的意思 所以这种的景象 就代表的是地仙 所以天也有地仙 后来加上有神仙 有什么人仙等等 后来就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这个景象 这个景象呢 出现在这个灰仙土 当然是传造过去啊 可能是晚一点 另外一个是 刚才灰仙土里面 也有这样的景象 所以可见这个母堤 就是仙人 然后手里头拿着莲花 然后呢 这个玉龙而行 玉峰而行 这已经成为一个 所谓的神仙的快乐 那么这种应该叫飞仙 叫飞仙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飞仙景象当中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莲花 很多人都觉得莲花是佛教的 佛教的象征 当然 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度这个地方 有很多的这个有产莲花 所以莲花当然佛教是佛 不过莲花在中国 也是一样的是很古老的东西 我想大家知道 那个考古文物 这个考古文化现有那种 莲花的种子 这个考古都是几万年的 莲花的种子 用现在的科学技术呢 居然可以把莲花呢 重新加以栽变 居然什么呢 又长出了莲花 那是几万年前的莲花的样子 后来也排队了 我看过这个报导 那你想想看啊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莲花 为什么莲花就是佛教象征 他们道教也有象征 所以到了全宗教的时候 今年正宗期 用莲花 所以如果说这个是代表的是一个 在整个神仙神话的演进过程当中 所出现的 那么这个玉龙 然后呢 所以我这个拿着这个莲花的 这样的非仙 那么应该是属于那种仙剑的比较高的一种 所以非仙土 大家仔细看 这一次其实都有很多的那个 所谓的版 那个上面很清楚 你可以看到 在女仙土里面也有这么一个图像 那么这可以看出来 这个整个非仙土已经称为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看来我还可以猜一句话就是许信啊 他一类什么 拔载生仙啊 生天啊 我们的诸夫子啊 在诸乙列啊 他说 他有点怀疑 他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说什么呢 是个喜春心 你是拔载微生 但是为什么从喜春之后 从来没有听说所有拔载微生 他以一个 一个理性主义者怀疑这件事情 这个在诸乙列里面的特别记得这件事情 这种有趣你都欢迎 那不管如何 这样的一种神仙的景象呢 会随着本来画的图 画图里面的神仙 是随着道教的神仙的思想 从三品仙到五等仙 失去后来更繁复的九品仙 他反映出仙阶的改变 这个是所谓的卫先图 然后呢这个是云中鸡犬 云中鸡犬 事实上他画的不是云中鸡犬 这刚才我们讲过了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景象的使用 另外一个就是海外的仙山 东海的仙 在三远镜里面呢 很有趣 三远镜里面呢 他记得很简单 他说 从来在东海中 就这么一句话 然后谁都没有记载 哦 昆仑 因为西方文官是记载的比较详细 像什么像冯来啊 这些东西 在三远镜里面记载很简单 但是 他记载很简单 就表示 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有海上仙山的 仙岛的观念 根据这个研究 就是大概什么现在的山东啊 所以起这个地方 他们看往东边看到了黄海 东海 看到什么呢 这海市蜃楼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哇 东海上也是有仙山 都是有仙山 这是过来比较从合理主义去看的一种解释 那么 他们呢 早期呢 有方丈 有蓬莱 有盈州 到了列子的时候呢 就改了一个字叫做 荒府 改了一个字 改了一个字 改了一个字好像没什么 不过 我们站在研究这个神仙思想 我们都知道 这个当时有一个浮宫传说 有一个董凤 他看到这个市场里面有个卖药的老翁 白天在那边卖药 然后呢 他果然间发现 这个老翁不是住在那个底色旅馆里面 他到了什么 要把药收一收 一跳就跳到旁边挂来这个湖 一个湖里面 被他发现这个秘密 他就跑去见这个湖公说 你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艺人啊 我希望能够跟你求先到 那个 这位艺人呢 那些病啊常常没办 说好吧我带你进去看 隆凤呢 就这么大的人 然后就一收小 一下子就跳到湖里面了 哇 我们现在所用的诚意 湖中天地 湖中自有天地就是这样来的 你看 从上往下跳下去 看到的湖中自有天地 当然都是仙山 哦 这样的一个神话呢 神话传说在当时非常流行 所以包括什么像神仙传呢 这些都有记载 类似这本书呢 我们现在有看到这本书 成书的年代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 所以我在猜啦 这个当然因为没有 没有直接的证据 不过我在猜啊 原来是为荒涨 但后来是为荒浮 因为你们看这个简像 有点像从天上 从上面往下看的 一种俯瞰的一个视角 然后你看 真哥什么整哥 那个所谓的那些所谓 亭台楼梗 都在这个云雾缭绕当中 然后就在群山之内 环山而地啊 环山而居 所以我在推测啊 这个荒浮土的荒浮 固然是来自于列子 但是这样一向有一种 董凤跟的什么呢 这位求仙人跟的浮宫 跳到浮里面的手 看到的一刹那时间凝固 看到什么 原来下面有很多的什么 仙山仙道 被群山环绕 这是我的推测 我的推测 听说最近 林圣志教授 他有一个新的研究 他有他的一个讲法 不过这是 一个道教学者的一个观点 那么这个地方 就成为一个所谓圣仙会 就是圣仙 到了什么呢 到了这个所谓的荒浮 你到了铜来啊 到了营州啊 真的荒浮也出场了 因为海上的仙山 总是充满的勾获力 那这里面呢 就可以看出来 这在什么 在红软县里面呢 有一样的 它是卷轴式的 所以它也是一样的 从什么呢 从我们的所谓的右手边 然后一往里面这样看 这个可以看出它的方向感 但是这里面当然什么呢 当然就有八仙 然后什么呢 这个我们中国的神仙呢 这边有两仙 一个是西方的神仙系 那就是昆仑 东方的就是指的三岛 三岛 所以东方系跟西方系 那如果这个蓬莱仙 会指的是东方系的话 那么东方系的这个神山上面 当然也有女仙 但是女孩仙面特别多 特别多 当然这里头 也有刚才我们所讲的八仙 那么当然这样的景象呢 代表的是 一个所谓的海上仙山 另外一个是 这次可以看到的 头鹰的尼西仙王 那么有路视道的提斯 那么这里头 这一幅画里 也大部分都是女仙 这大部分都是女仙 不过 在什么呢 在这个所谓的庭台里面呢 居然是有个男性看的一个女仙在跳舞 这是唯一的一个男性 其他的通通都是女仙 而且那女仙的每个人的姿势 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 也画得相当的生动 那么这样的一种景象呢 我们可以说呢 在明代 我早上听说明说 这明代 仇鹰因为很有名 所以仇鹰一发出来以后 好多人都模仿啊 就好像我们的书说一样一样 大家都模仿 为什么因为 画画跟写作一样 跟文学创作一样 跟小作创作 最主要是创意 你有这创意以后 大家就更模仿 当然第一有的画家一定是创意 第二个画家是广 这不过的 不过每个画家来跟人的文学家一样 先经过广作的阶段 最后才能够有独立的创意 那仇鹰一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所谓的画家 所以他的创意一出来以后 很多人都会学习 都会模仿 那么这个景象呢 可以说呢 也是代表了一个明代的大家喜爱的 换求明代的这个物质文化的进步 还有大家知道 中国的整个文化文明的发展 到了宋元以后 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市民经济出来的 所以明代的很多的文人 他靠的写书法 靠的画画就可以 可以过往喔 这只有社会 市场的条件过往才有可能 大家都知道 像唐伯福啊等等 文宗宁他们都是 但有些人也做得关 因为 艺术家去做班很辛苦 每天什么呢要上班啊 这个什么呢 这个还不能够自由自在的 他如果能够靠的写书 写书法跟画画 然后有人来买 有这市场的效应 他就不必那么辛苦 每天都上班啊 还每天要去批工很多辛苦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年代的社会 由于整个是经济 经济的发展 海色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贸易 等等的条件 特别到了降严地区 整个的社会经济 的条件 让他们可以生存 所以像这些 你画家所画的画 我相信在当时 首会不治 一定有很多的买家 有画家有人买得起 这样的文化就形成了 这就为什么形成的 名代留下来的画机里面 有这么多的名机 在这里 这个是可以从 一个所谓艺术社会学里面 可以做了解 然后你看这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女仙 都有自在的 其实 大家看到这种景象 你会想到的是 皇室 要不然就是未有 要不然就是有钱人 住在雕龙化洞 然后什么呢 可以享受所谓的人间之乐 他不但享受人间之乐 还不够 最好什么 把他神仙化 先进化 所以你看 你说这种的话 当然是讨人之手喜欢 对不对 不但自己可以有实实的享受 眼睛也要享受 眼睛享受自己 就好像神仙一样 这所谓的身归中的女剑 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身归当中 但是在这什么呢 这种化洞雕梁当中 里面就好像女仙一样的 这样的性子 吗 是不是性感难讲 但是他会说 你看你就好像快乐的女仙一样 我觉得什么 这一种的 人间的生活 可以先进化 成为明代中的化妄 我不觉得 根据我对于这个道教理解 我觉得道教的所讲的 所谓的神仙世界 事实上 是不是这样的金币辉煌 很难讲 不过反正道教都有幻化的功夫 也无何嘲访 没有这样的景象 但是我觉得 就一个观赏心理概念 过满一种跟画家的心理来讲 他们就适合自己 活得像快乐如同神仙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 所谓的富贵人家的生活 然后把它先进化 把它神仙化 也形成了一种石草 一种风草 这种风草 推动了山水化里面的 先进山水的发展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景象 还值得我们注意 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的一种所谓 营建的格局 基本上就是人间的 庭台楼阁的一种先道法 一种所谓的先进法 那么这个都是一种反应 那么另外一个是 我们前面讲很多的游仙 还有仙游 有游仙 游仙的主体是人 我人游历先进 叫游仙 另外一种主体是神仙 神仙在仙境中游历聚会 这叫仙游 那么我就发现 他们这个观念也很清楚 据传是方春年的 这个诸仙灰祝徒里面 这个神度的提出说 原叫仙游 原来古人早就注意到了 这些到仙游去的是 神仙在那边游历 这个原叫仙游 那么仙游当中最重要的 一个是仙游 一个是祝寿 这两个说常常会合在一起 神仙在一起 汇聚一下 为哪个神仙祝寿 或者为了什么一个 特殊的一个时间 然后大家聚会 天上人间 天上也跟人间一样的 人间有很多的节制 天上也有很多的节制 或者某一种所谓的 一个更大的大仙 他千秋圣诞的时候 哇 大家一样来跟他祝寿 那么这种仙游历 就形成一种仙游土 也可以说仙游土 我记得这在中国的仙境三九当中 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除了优先之外 出现了仙惠土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所谓的 当时在宋代的时候 是不是有这些所谓的戴招啊等等 喘谋善意 来把皇帝 皇帝老子的生活 虽然住在很 皇帝的地方 就是 当总统很不自由 我们可以高兴就怎么走 就怎么走 皇帝也是一样很不自由 所以他们虽然住在很好的这个所谓的皇宫里面 但是他们最好想用自己就好像住在仙境一样 这是我的推称 因为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么美丽的跨栋梁 所以我也有权利做这样的一种想象 好 那么 这个群先会土 有一个很好的对照 就是非常有名的话题 就是所谓的超年献上土 这谢谢那个 你帮我找的这个 就是王继天堂的这个所谓的五宗里 这个超年献上 当然到底是个五宗里面记 也有很多意见 很多意见 不过这个五宗 这个王继天的这个超年献上土 我听说很有名 据说啊 据说啊 这个当年我不忘了言之 据说什么呢 当时大陆 希望能够对他的家人啊 表达善意 我条件什么呢 就是说 你把超年献上土 能够奉献给婆婆啊 我听说王继天考证没答应 有这么一个讲话 我就 你们就故写天资了 好 那么这个土很有名 那大家最 都知道 最有名的就是 有乐功的超年献上土 我知道在那个加拿大的博物馆里面 也有一个超年献上土 它是整个墙壁 勾开以后 然后再勾去了 在加拿大的这个博物馆里面 也有这个超年 超年献上土 在现在的话期真正流行不多 不过还有一些 那么这个当然都可以看出来 这种超年献上土 超年献上土 在大教之所以很有名 是因为有很多的神仙 要去朝元 这个元 在唐代指的是 可能是先典皇帝 但一般都指的是 元始天尊 所以这个什么呢 在现在啊 他们一段时间呢 也是一样的 要宜驾出巡 然后呢 前往什么呢 这个元始天尊的 所谓的那边去朝建 这叫朝元 朝元先上就是 他都有一战 这个图 这个你看来不是很清楚啊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 可以 这现在好像 我买过类似像这样的一种 一种东西 都可以看得出来 用那个 末朴 郭勒 如果是那个所谓的 董乐郭那个图 就非常的清楚 那么他们都很元素 因为是朝元 就好像朝班一样 在皇帝面前 这大臣叫朝班啊 哪个副朝班 当然是郑重其事 道教的朝元啊 大概在魏晋南北朝 就已经出现了 道藏的第一部 渡人经里面 就提到八天的朝元 那朝元的时候 当然很元素啊 为什么 因为都是宜驾 这什么呢 而行啊 难道什么呢 就旌旗飘游 凡旗飘游 所以相对于这样的 严肃的场景啊 你就可以看出来 那种所谓的仙瑞渡 真的是轻松愉快啊 你看 有法力的可以 像什么 像八天杜法一样的 各显神龙 各有法际 各显神龙 这个简像就是在海上 海上的 你过去看啊 他们都有什么 都有他们的套 在那个 现在的这个八仙土里面 那个有很多的这种做法 其中有一种就是 脚底下呢 有他们的这个法器 这是所谓的 东 有洞 你看 有些什么呢 这些女性呢 就 有人就滑盖 然后呢 后有滑盖 然后温温雅雅的 不必那么辛苦 他就什么 就是从云中了 这也是一种所谓的仙瑞 他们都显然就像一个方位 像一个方向去行 然后也有些什么在海上的 也有在云端的 这个都是所谓的仙瑞 都是一种 进行式的 行进中的仙瑞 那这种也有车架 也有车架 这个车架的这个仙瑞 你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的所谓的仙瑞 真的蓝仙蓝仙都有 非常公平 道教啊 这个婉禁一类 性别主义流行之后 很多人对道教的评价 好像有一点点 加分的意思 为什么 道教是在山教里面 对女性相对尊重 因为山清津派里面的 问法徒就是女仙 你看看啊 这么多的什么 只要有些位图 没有说什么 女仙就只能够 居住在一个小小的空间 她一样的可以 成云驾雾 可以什么呢 来参加仙慧典 所以道教的世界 比较没有性别革命 因为大家都可以来 都聚会大家可以来 有著作的场景 大家也可以来 这是代表的 代表的一个是道教本身的观念 代表画家 对道教的性别的一种体会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些女仙呢 坐了一架 然后这样的什么 悠悠懒懒 对了 这种景象 然后这个景象 这种景象 我想故宫这个图一展出来 我看到很多的大教学者 可能忙做的 为什么要解开 这些图像里面的图 都要有点专业知识 是什么 我都很仔细地看 东方大教学者 哇 居然看到最上面那一个 我在想恐怕是老君 老君 然后前面的两个呢 这个也是呢 如果是老君出场 他是道德天尊 那么如果一起出场的话呢 最有可能一个就是原始天尊 一个天保天尊 我就姑且先这样的讲 那么你可以看出来 他的那个角度就不同 他跟那个女仙从云中出来的物量 他是从一个很高的地方下来 然后呢 这个前面有两位后面一位 后面那一位 一类是 一类是 老君的象征就是一类什么 一类就是虚法居白 对不对 很容易认出来的 是我们的李家的本家 所以我感觉比较亲切 我们李家没有什么专长 就出了一个老子 所以呢 也信你 好 那不管如果你看 都可以看什么 他是一群一群 或这个在这样的研究的时候 可以看到构土 他一群一群有他的构土 然后这群 这一群的生鲜 这些都有他的原因 不会无人孤孤的 所以前面所看到的那些女仙 也是可以研究 到底这个女仙是谁 我觉得他绝对不是无名小子 无名小仙 一定是有来头的 但问题最有来头 你要从仙盾里面找到证据 来证明 这一群一架的女仙是什么仙 所以 故宫短短的急速 就是故宫的这些研究员 我们很辛苦的开始研究他 我们学者也研究他 为什么 要不然的话 李主看了一半 你说我老的 外行的看热闹 内行看不到 看不到不简单 所以就要引经据点来解释 所以我们的辛苦工作就开始了 要研究说到底是不是 然后当然还不一定喔 因为你这样的假设 还要找到证据 有没有宣传的证据 然后还要干脆时间配合 我觉得这样的一部研究非常有趣味 然后这里头呢 这你看也有很多的 各种不同的仪架 它的角力卡住 它的角力都不定 你看这样的景象都是操练方向 因为长卷它是逐渐的展开的 你就吹了展开 你感觉自己好像随着神仙 往一个神秘的神圣的一个空间 在进行一样 这有一种 他们有一种所谓的 离情境化的感觉 那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你看也是一样的 可以到了平台楼口这边 然后什么也有各种不同的 我相信这些画家 在当时他们会把很多的 这个如果做研究的话 一定要研究他们的服饰 这样的服饰 到底是什么样的朝代 或者是根据想象的 还是有依据的 这都是未来可以 继续在研究的地方 然后你看这样的一种 的天台楼阁 你看这个 在那个天台 这个就是那个 许小姐她有很好的研究 就是楼居仙 仙人在那个楼里面 这种景象 给大家看看这个人有趣 灾仙桃 赵仙桃 顺鲁空啊 他如果在睡觉的时候 背这么一句 一定被他超纯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 有些人爬在树上呢 然后什么都在这些 很简单 有这个景象一定是什么 是叛逃院 因为踩之仙桃 对不对 所以大概可以感觉 当整个的所谓的 神间的神话在流传的过程当中 开始什么呢 有一些什么固定的母体 会出现 你从可以从母体 你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祝寿 祝寿 祝寿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景象 不但有这个祝寿 还有蓝筒 仙桃 也可以去踩车 然后最后什么呢 就进入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景象 这个已经到了什么 到了这个地方 如果按照这个 所谓的窑池限寿的话 那当然这个是雍城 雍城 这个站着你看 在这个窑台上 我这次看了以后 才发现说 哇原来这个母体 在上年处啊等等里面 都满足了 就是一个窑台 那么在中国 这个古神话里面 像简笛 然后租了一个高窑台 但是他的女儿在上面 这是最长得益的记载 后来就很多了 后来因为高台可以扁跳 也可以当作祭寿的长手 然后像这个窑鼠金屋 他是在一个 这个所谓窑台 我们现在的民间的半仙戏啊 那个眼巴先来线瘦 然后最后什么呢 这个网鼠高高的 坐在上面接受大家的线瘦 这个就是所谓的 一个民间版的一种所谓的线瘦 那么这种图像版的话 当然做很仔细的 你可以看出来 这样的一种高台的一个母体呢 就在很多地方出现 那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惊奇与飞扬 然后很有趣的是 在窑台上的这个女仙最多 所以大家欢迎来做道教 特别欢迎我们的女士们来一点 就在道教里面 你会感到温馨温柔 不会变成一次啊 好 那么这女仙智慧 就是要看到我们所讲的 那么最有名的女仙智慧 当然就是软告的这个女仙土 我讲过了这个在北京部分 有这个原土 然后有现在我们完成的是 故学的这个模本 那么先高中提示有一句话 叫 双成就是董双成 董双成就是皇母身旁 昼夜的侍母之一 太是女仙 然后根据记载的 他是吹明冷之声 另外一个是 最早是在毛军夜传 皇军后来不传了 后来变成 我们现在的传闻 大部分用的都是汉宇夜传 那汉宇夜传里面 能够跟西方对照的 就是上兰夫人 上兰夫人 还要为汉地解说十二诗 大众真经里面 对照的是上兴西娃 西方妇人 西方妃 然后一样的都有演奏的什么 所以在当时他们的观念当中 是神仙聚会的时候都有音乐的演奏 都有音乐的演奏 而且这音乐演奏早期 中古时期的乐器都是很古老的乐器 跟我们后来唐代以后的 比如说像琵琶啊 像武器这个道具都没有 都是什么呢 像庆啊 或者钟啊这一种的 因为这种是我们乐器 到了什么 到了唐代以后 慢慢很多西方的乐器 就逐渐进来才会变化 那么这样的一个景象呢 你可以看出来 西方妇竹笔 然后左手尺度 因为后来西方是定路 中国的神经非常有趣 一个是西方的就是西方妇竹头 因为东方的是清童军 可能说是东方宫的变化 那不管如何 如果是男性成仙的 就到东方去报道 如果你性成仙的 就到西天去报道 所以在民间 在汉代的汉墓里面 那很多的汉墓里面 画的就是西方妇 开始的时候只有西方妇 在货币里面有西方妇 到后来怎么呢 就是两边 东边画的是 东方宫西边画的是西方妇 因为有了汉代的这个画像 所以 人死了以后 不是就从此极命 而是什么呢 到东方宫跟西方妇 在一起报道 男的就到东方宫 或者庆童军 你的都到西方妇那边 所以 庆童军 他就定你 把你的名字 牵引以后 你就成为仙妇 而女仙由东方和苏妇的定路 定你的仙妇 那么这一段故事 在套帐里面 有很多件 我过去做过这个整理 说明西方妇 是个定路的神仙 所以你想想看 这样一个景象 王妇怎么会哪个比呢 他哪个比一定是什么呢 是有作用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了解 因为这类做图像研究 做icon 或者status的研究 一定要有依据 依据就是说 在经照里面的记载 我觉得那时候的画家 并不是无言 我根据了传说就可以写 他一定有依据的 我一开始就讲 当这个材料 文化资源多了以后 这个画家他能够使用的 就非常方便 那么根据 我对道教的理解 所以西方妇的最重要的职务 就是定先级 定先级 所以我觉得这一幅 要么就是定先级 要么就是什么呢 要去 去什么 去降见汉土地的时候 给他的规矩 就有两种可能 就有可能 这当然就需要 需要还有细分的考证 这一幅图非常丰富 我相信 所以如果我们认真去研究他 大概足够什么写一篇 非常完整的一个 paper 是一个很丰富的体场 那么因为他牵涉到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 你先在先见里面的定位问题 你看这个景象 然后这个所有的是你弹乐器的 就只剩下一个 因为画画土的关系 他就只剩下一个 这个是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 我已经退休的时候 留给我学生去做研究 看看这样的 怎么把它这个谜题解开 谜题解开 但我觉得 解开这个谜题 很有趣味 要有依据 要有依据 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人 做成石板 没有依据我不敢慢讲 那这一句呢 你还要什么 还要能够什么 引经据典的 我觉得 这一次呢 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考察 我就认为 这个景象 你们可以仔细地欣赏一下 希望 我觉得 台湾如果智慧党的弟子们 这个母牛的地主 应该要好好来看看 他们母娘的 多么庄严的景象 雍龙华贵 雍龙华贵 你回去哦 线转一下 都 父女的父母 要来故宫来朝圣 哦 那就不得了了 那一天 那个地方一定爆发 我不收广告费 好 另外一个是 葛丝公益 我这次非常谢谢 谢谢那个 许小姐提醒我 就是说 这个葛丝公益 在宋人 有很多的 很多的工坊 替房地义 做这种 用葛丝来做的工坊 那当然 既然你可以用葛丝 来做很多的工坊 当然其中就有所谓的 生鲜母蹄 那么在这种母蹄当中 就有罗居仙的这样的母蹄 那么这个景象 哇 细密的幅 当然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个宋代的作品 当然还可以存在 不过我相信这个景象 应该是在很早就有 因为什么 皇帝当然只要有专属的 就好像清代的所谓的 江南之道一样 对不对 书桌绣 对不对 绣出来的 所以绣的非常的 这每一笔 哇 这个已经是算明研究了 每一笔的那个 每一个针的针划 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景象 的那种 哇 都是专门的学 这个大概就只有做 织绣研究的专家 让他们来上升 那不管如何 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呢 也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啊 有些年灾香火啦 有很多的鲜花等等 所以就成为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 唐代都已经逐渐出现了 不过唐代的画迹还蛮有传的 文字上有记载 到了宋代以后 我相信就逐渐出现了 那么这也是一个 这一次我觉得非常 非常值得欣赏的这个景点 一个是提灵 特别说明 是不是这个的 还不晓得 不过他提 这后来几个呢 还有小男子 叫丹尼泥水 我们边的一个制作 不管如何 这个景象啊 哇 那真的是 真真细密 真真细密 我一类男士 我从来没有秀过 如果诸位 带出了很多的泥石 那如果你能够会秀的话 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还是秀法 很多的那个真华 很巧妙 特别是这个松树的松针 这个是 真的是一种传统的 诗织品的所后 特别是后来的 书绣的工艺 你看呢 用这种方式 一样的可以什么呢 可以表现出它的美 那么这种呢 很可能当作画屏 很可能当作 房间里面的装饰 而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景象呢 大家也可以说呢 用了各种不同的工艺 都可以表现这样的景象 那么这一次 大家一定要看的 我吓一跳 好大的衣服啊 这是清宫的东西 这种是类一式性的东西 为什么 注塑的时候 挂在塑糖了 它这个是女八仙还有男八仙 哇 我觉得这一真的是 清宫的东西 不可以规格真的很高 那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群尖拱塑 那么这个女八仙迎接的 我认为可能还是西方文 另外有男八仙 迎的是南极仙宫 这一次没有展出 但是那个话 那个所谓的文章里面 有这个录出来 男八仙女八仙都是注塑 这种东西当然是一种所谓注塑 注塑是一种一式性行为 增加那种注塑的气氛 我这样说 这种就是善颂善老 大家什么来替皇帝注塑 说你就好像神仙一样了 但皇帝还不过最好当神仙 永远可以享受 我觉得这一次我看的很喜欢的就是 这个墓地 它的有够大 相当大的 而且知秀的功夫非常好 这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文学里面就直接倒下去 然后到了什么也到了图画里面 就成为这样的东西 这是 谁要不要帮我路出来 八仙 来八仙 你八仙 这个如果划出来 我看那一幂帝都满 很壮观 皇帝的规格 皇宫的规格 那么第三件是群仙祝寿 那书搜的制造 所用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各种不同的 只要跟神仙一样就可以注塑 这次也有展出的就是所谓的群仙图 群仙图主要是来自裂仙 把裂仙的故事 重新驾营处理以后 变成是一个祝寿的东西 所以道教的神仙世界 后来成为祝寿 就好像半仙戏 就好像什么呢 祝寿的寿宴 一边在吃寿宴 一边在演出这样的戏 这个意思相关 好 那我最后呢 做一个小题 在历史当中 把唐道宋称为是年有唐仲的转型起 那么先到文学呢 原来的文学题材 小说啊 散文这个说已经衰适了 笔记小说已经都不再记了 因为已经没有新意了 这文学就没有新的地方 却在绘画里面呢 展示了新的一种文化好力 那么这个文化好力 也可以进入这场生活 当然最早进入是皇帝的生活 然后后来慢慢的 进入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 也不是只有教团里面才使用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一种生活的 诸寿 宣慧 除了皇帝之外 连世代书 连百姓 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 生活的一种理想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改变 第二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整个展场当中 一个是鲜油 一个是油鲜 那么这两种 特别是鲜油跟鲜味土 都是大建的 都是大建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 这种大建的著作物件 要不然就是长卷的这种卷轴式的 都是符合儒家祝寿的所谓的善颂善行 做生之当 无法讨论人家喜欢 我们称为叫善颂善行 然后 唱书里面只有讲的五福 只是讲要有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受考 后来成为道教的神仙取代 道教的神仙成为一个很重要 能助受的一个所谓的样品 那么通过这个样品 我们可以知道神仙的生活 也进入生活当中 所以过去鲜讯说 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底 因为它就在生活里面 所以有很多的细微的地方 都是使用了道教文化 另外的是油鲜文学 文化也被艺术化了 就配合了实际上的这种游山玩水的经验 有纵路石 有山塘 有茅屋 成为一个洞天世界 当然也有玉鱼 穷楼等等 那么这种的交错形式的影像 使得这种机材更加丰富 另外也是观看的角度 从艺术上来讲 从前景而中景 对 或是圆景 然后如果是文学比较来讲 就有鲜笔也有鲜笔 然后可以看出来 这整个这种游历的一个过程 游鲜的过程 然后先有了这个图现来 当然也后来成为一个 祝寿的一个所谓必须的 我们现在的民间 到了祝寿的时候 一定要挂个八仙厂 虽然影弱 但是那一种喜悦 如同千锋的皇帝一样 你可以感觉到一种 福寿连连的一种快乐 我相信道教 就是以这种社会到这种生活中的方式 让大家虽然是用的不知 但是道教呢 因此就进入我们这场生活当中 而且不是只有担在学到百姓 上至帝王 下至百姓 通通喜欢道教文化 所以我有幸先土为快 我发现说 哇 这么集中的展出 我以前顶多看过 看过那个所谓的三观初询 就不得了 这是我们看到 这么完整的一个展示 我觉得是真的是 特别是有主题式的展示 我发现最近也很多进步 我在纽约的时候去大部会合文 他展示一个 中国画中的文学系数 哇 我经过三次 每次都好多人在那边看 然后那个设展 策展者 哇 不断的有大部的 这个所谓的去访问他 就访问他 为什么 因为主题式的展示 现在很受欢迎 所以这也是 不管咱们的观念 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 这个用时间乱带 就嗚嗚 一下来 看到唐代的说人对话 那种主题方式不同 你特别看完 你坐下来休息一下 再继续看 所以我觉得主题式的展示 是为了博物馆 叫做博物馆 我去大陆 当然有很多的博物馆 这个部分 我说你们这个单位太好事了 从上谷就拍下来 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你想想看 你看到一半都在一半 所以我觉得故宫 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就用主题式的展示 你绝对可以为主展示 为主中国名画的展示 能够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一次的展示 就是一个很新的场合 而且都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一代 然后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在这边 以我自己的享受 表达感谢之力 谢谢 我们再次谢谢李教授 那刚刚说我特别提到许小姐 她其实是我们这次的特展人 许文美助理研究员 就是我们这次 合出是蓬莱先山谷特展人 特展人 那我们在库家座的对应里面 有一些是我们一般的民众 那你们还没有机会 到我们古墓博物馆去看 这么棒的展览 那我们等一下呢 有时间我们就是邀请您 可以到我们的镇馆去看 这么棒的展览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李教授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那我们同时预告一下 就在下周8月23号礼拜四 下午也一样有另外一位 我们的专家 会我们讲授 就是典牆西纪元的展览 的一个讲座 那是我们的前副研究员 陈建金先生 那到时候也欢迎各位前来 谢谢 好我想就已经 已经4点到4点 已经增值了很多小时了 那如果不要听教授讲太多 做仔细看看就会知道 所以大家一驾到美馆去欣赏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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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